10点八卦 10点开八 10点你还没有啪啪啪 就来听我们啪啪啪 本栏目暂时不坚守赞助 因为被这位先生包养了 2016年有一档节目叫 雅虎搜心 这是一档通过导演观看 参赛者的表现来推选人的 综艺节目 当时的评委有导演张继忠 陈凯歌 冯小刚 当时呼声最高的导演是冯小刚 而冯小刚组里 傅斯奇 赵丽颖 夏妮娜 三名人气选手最终入围 时光飞逝十年过去了 遗憾的是 当年冯大导演力捧的三朵金花 只剩下赵丽颖一枝独秀 在这里 丁姐想抛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当年冯小刚力捧的三朵金花 最后只走出了赵丽颖 丁姐去搜了搜啊 十年前的雅虎搜心选秀的选手 几乎是全军覆没了 没有几个是大红大紫的 就那冯小刚组的三强来说 夏妮娜几乎在网上搜不到她的任何报道 傅斯奇偶尔会出来活动 但她也不是以什么演员名义 只是代言了几款产品广告 而她的微博虽然开通了 但也没有什么人性 现在认证的是模特 还有淘宝店主 相较于她们呀 赵丽颖算是幸运儿了 她以雅虎搜心比赛冯小刚组冠军身份 进入演艺圈后 星途是一路坦荡 顺顺利利 在2011年 赵丽颖因出演 《星环珠格格》中的情儿一角 被观众所认识 随后 赵丽颖越努力越幸运 2013年 她凭借古装剧《陆真传奇》 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2015年 她又主演了仙侠剧《花千古》 诶 这部剧厉害了 这是中国首部网络播放总量 突破200亿的电视剧 赵丽颖个人也因为该剧 先后获得第六届澳门国际电视节 金莲花最佳女主角奖 第六届国剧盛典 最具收视号赵丽演员奖 第二十二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 第二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银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为何一个选秀出身 毫无表演精力的赵丽颖 会在演艺圈中混得顺风顺水呢 而且如今的赵丽颖啊 比某些科班出身的女演员还要吃香 相比当年 赵丽颖可是一个销售出身的农村姑娘 点解研究了下 觉得赵丽颖能走红 跟她的幸运不无关系 但是更重要的是 小谷的努力是其他几位所不能及的 在2006年选秀结束 到2001年的琴儿 这个角色之前 赵丽颖默默无闻的出演了 无数的小配角 好了五年的龙套 当然正是这五年的龙套生涯 让赵丽颖锻炼了自我提升了演技 即便自己演的角色再不起眼 或者是导演已经通过的角色 赵丽颖都会反反复复揣摩人物角色 用好几个版本演来演去 最终选择一种自我感觉最好的方式去展现 还有呢 赵丽颖非常的签功 遇到自己心上的演员或者是自己的前辈 他通常都会像个学生一样 恭恭敬敬的大声招呼 前辈您好 我叫赵丽颖 是个新人 请您多多指教 幸运加上努力 加一时日 一万个小时就是专家 所以十年之后的赵丽颖 取得了所有雅虎搜新选手 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所以赵丽颖也是实至名归的 十年八卦转为他有二生 就会变成已经用了 最后的一天 我做一个赵丽颖 就是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不许多人 是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